英國和港英國協旗幟緩下降 取而代之的是中共五星旗 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號 香港主權移交中國 風雨交加下 民眾送別末代總督彭定康一家的畫面 仍是許多港人難忘的回憶 港人給了彭定康一個親切綽號 叫肥彭 他心系香港的承諾 數十年如一日 去年適逢香港主權移交二十五周年 彭定康出版香港日記 記錄他的末代港獨生涯 趁著近日中文版上市 彭定康六月八號也特地和台灣讀者 線上見面 香港日記 結構中共思維和統戰手法 對全球許多地方的政學界 包括台灣具有高度參考價值 熟悉北京思維的彭定康 畫風一轉表示北京向香港 頒布一國兩制時 可能早打好如意算盤 要當成替未來收復台灣鋪路 彭定康表示正應台灣經濟和政治自由 才能培養出如台積電等優秀企業 在全球供應鏈上登峰造極 同時感嘆港版國安法頒布後 面對大批港人出走 中國政府留港不留人的態度 堅定了更多香港人才 永不回頭的決心 靜新新聞謝金黃各位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文APP 一手掌握新聞實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